方舟 挪亚照上帝的吩咐 用割斐木造了一艘方舟 一般人认为 这种割斐木就是香薄树 它的木质坚实富裕 造成的方舟可经历千百年而不朽 方舟里外抹上松香或做石油 长三百走约133.5米 宽五十走约22.3米 高三十走约13.4米 里面分成上中下三层 上边留下透光处 旁边又开着门 方舟形式大小 就像今天还上船只一样 不过方舟的用处不在航行 而是浮在水上 造船是人类最早就有的技术 据巴比伦人的遗传 挪亚的家就在右发拉底河的拉法 所以他对造船和水上生活 自幼就习惯了 一般学者以为 创世纪六章三节 是指他用了一百二十年的时间 造成方舟 因为自从上帝宣布这个日子以后 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并且呼召挪亚开始造方舟 预备洪水的来临 在看挪亚五百岁的时候 已经生了三个儿子 散 寒 亚福 自六百岁时 洪水开始泛滥 在洪水以后二年 散已经一百岁 照年岁加起来 由挪亚被上帝呼召之日起 至洪水泛滥时止 至少也超过一百年了 如此便有充足的时间 让他制造方舟了 洪水 上帝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要毁灭天下的一切活物 然而上帝却与挪亚立约 要他全家八口 进入方舟保存生命 挪亚在开始下雨前七天 进了方舟 他六百岁时的二月十七日 洪水泛滥 大雨降下四十昼夜 淹没地上一百五十天 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七月十七日至十月初一日 山顶出现了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他才撤去方舟的盖子 二月二十七日 地都干了 他的全家和所带的一切动物 都出了方舟 总计起来 一共经过一年零十七天的时间 五个月在水上漂流生活 七个月停留在山上等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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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